全開放式空間 危機重重 開放式的一個空間呢 如果你一進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這個空間是開放式的 它沒有阻隔 代表說我們一進來這個磁場呢 它就會整個精神啊 各方面都會比較換散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它這邊的空間呢 太過於開放了 蛤 太過於開放也不行喔 對 就沒辦法長風聚氣 只要一個簡單招數 盪煞兼周才 我們在它這個開放式的空間 這一個區塊 這邊加一個 這個氣呢它不會止通 到這裡它有一個迴旋的效果 哇 厲害耶 因為這個 就可以遮到依它的材味 第二個可以遮到它這個冰箱 然後第三個可以遮到它這個廚房面放門 然後第四個是穿藏箱 對 所以穿藏箱 我們的問題也是解決了 真的耶 到底是什麼魔法 夢啦 楊塞口 能夠一次解決所有煞氣呢 現在在賣這個我之前買過 是什麼 多功能 調理機 我跟你講你要打果汁可以打果汁 而且像我要做那個嬰兒食物泥的時候 也可以做嬰兒食物泥 然後做醬汁也可以做 調理機 攪拌機 果汁機 多功能 這真的很好用 這個我之前朋友也買過 他斷手 把人家斷手斷腳的時候打 那邊打喔 那個真的被我震驅 沒有可怕 這是真的超好用的 好用一次就打碎 而且我除了買這個之外 我還另外買了這一雙 我跟你講這一雙超好用的 多功能拖鞋 你看它看起來沒什麼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講家庭主婦的最愛 不可或缺 你看我可以邊走路 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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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這個垃圾的 掃掃的 這個垃圾的 這是什麼啊 掃掃的 好 而且我跟你講 你都不用再怕蟑螂了 蟑螂 倒戲 這不就是源自於周星馳電影裡面的嗎 對 但是以前都沒有人做 你看這雙是不是超好用 而且它挺時尚的 我跟妳講 妳真的 這就是爛東西 不要再花錢在這些爛東西上面 我才要介紹妳一個 經濟柚子會超好用的 真的假的 而且出門保證妳安安全全 什麼 我也要買 就是這個 你看 多好吃 這是什麼 你看走到馬 睡到馬 超方便的 超方便的 而且如果妳有失睡症的話 快走 如果妳有失睡症的話 妳不用擔心 因為妳看 我們去郊遊的時候對不對 走一走 真的 不怕撞 真的不怕跌倒 而且我跟妳講 還有一個 妳可以套牆睡 真的 妳出家裡沒有空間的時候 就這樣 妳看起來 就好像躺著睡一樣 真的要等側躺 可以 可以 妳可以側躺 妳這個房間很清楚 妳可以側躺 妳可以側躺 而且妳如果去坐公車 每地方睡 妳也可以這樣睡 對 如果妳真的很想趴睡 翻過來就可以趴睡 而且我跟妳講 很多人睡覺都怕吵 對 妳這樣翻過來 對 對 好好用 好好用 真的用來的 換妳帶 沒有我的瀏海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這真的超好用的 我跟妳講 我真的覺得說 這種多功能的產品 這種多功能的產品 就是我們佳麟主婦 最愛 生活必備的好用品 家庭主婦也最愛 年輕有為的湯正偉老師 今天 她將教我們用一個招數 就能夠化解開放式空間 不亦藏風那氣的必病 而委託人劉宇柔 和室友分租三房兩廳的公寓 入住五個月 總是存不到錢 遇不到好桃花 到底她家風水出了什麼問題呢 一進到劉宇柔的客廳 看似寬敞 不影響動線 卻隱藏了諸多漏財危機 那個我們的宇柔 她真的是 財運看得出來不佳 為什麼不知道 香菸拿什麼回溫針 我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自己做的是不是 沒有 她要幫我一百五 一百二五是什麼 一百五 她要幫我一百五 是啊 大概三十塊有這樣一大盒 全部穿在一起 就變成像兩歲 對啊 思心風想說 還有一個是那種安全頭 還有大象那種 彩色頭 真的啊 你是說 小朋友圍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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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大概四五個月 你沒有依照風水上面來做講究對不對 沒有耶 而且她說小東西 你看還真小東西 你看你看你有看過 這麼小嗎 那個東西這麼大 你還練得是這麼小 真迷你耶 很難看 不是 請問你這麼遠 你知道拿中大鏡看還是怎樣 你看 好遠喔 哇你看 連這個DVD盒有沒有 這個DVD盒啊 我們來把它拆開 這是你的嗎 這是 張開就跟電視一樣大了耶 對啊 沒有啦 這電視原本是放房間的啦 然後電視原本大的電視被搬走了 對啊 你看她還要變賣家店 很可憐 其實存不到錢 然後也沒有錢買 信不信家 不是一直固定在那個女人那邊 你們就存不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都已經固定一個禮拜錄好幾集 什麼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一頭下臉晃150 你要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是在想說 我一直買漏油的杯子 衣服啊什麼 我可能會失心瘋亂玩 單身女子好像都會這樣 對 很容易有迷惘 反正就覺得說 自己弄漂亮一點 然後花多錢一點 把自己打 哪裡的更光鮮亮麗 你的廣告就會更多 對 之類 可是都沒有 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這樣生氣 我跟你講 不是 而且聽我的想法 就是真的沒有那種 可以 你不要生氣 你不要生氣 就是沒有這個那種 沒有桃花 你不要生氣 你們不要這樣 就是沒有那種 好桃花 都爛桃花 都爛了是不是 多爛 酒肉朋友就是那種 都半夜打來跟你說 要約出去唱歌 吃飯的時候 吃東西 就是連鋪 鋪梗都不鋪 直接就把你灌醉了 對 就那種爛桃花 好 那你真的很會亂買 我自己也會亂買 所以我是有關上 你一個多功能整 沒有 沒有 我賺很多功能 我一顆賣你一萬二就好了 真的假的 對 好便宜 應該是記憶整 老師你要嗎 我覺得如果 就秘妮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如果他可以 再瘦一個頭的話 這樣就鴛鴦整了 好有道理 對 這樣你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一直覺得 他們兩個在挑戰 沒有啦 不是 沒有 從一開始我就覺得怪怪怪 真的 我覺得這裡的風水很怪 可是他是那個 命理老師裡面算帥的 你看 你看 開始漸漸了 那邊 情罵俏 沒有 你現在都整頭秀兩個 我們兩個都沒有想到 想到精采 對啊 老師那你看一下 他這邊到底是什麼 風水讓他瘋瘋癲癲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地方 就是整個都是開放式的 有沒有 其實我們從大門一進來 能發現說 其實他沒有 他的格局一進來就是一覽無遺 而且這是陽台外推的 對 陽台外推 所以說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說 一個家裡的風水 一定要長風俱氣 如果當你沒辦法長風俱氣的話 就代表說你的精神 確實很容易翻散 然後就會像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你是說 一直在對老師泡妹眼泡作感嗎 對啊 而且他在聽老師講話的時候 一直這樣 後面這枕頭可能會變成一種武器 還是把它收起來 對 好啦 所以太可怕了 所以我們知道說 一個開放式的一個空間 我們知道說就像我們人的大腦一樣 其實你裡面還有分什麼 小腦啊 還有左邊跟右邊 對 可是如果你一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說 這個空間是開放式的 它沒有阻隔 代表說我們一進來這個磁場 它就會整個精神 更方便都會比較換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它這邊的空間太過於開放了 蛤 太過於開放也不行喔 對 就沒辦法長風俱氣 老師那他也讓鞋子這樣亂放 因為一般我們的觀念就是鞋子這樣亂放 臭氣橫伸是不是不好的 對 確實不好 而且是非常不好 其實你今天如果大門一打開 我們知道說長風俱氣嗎 所以我們知道 進來的話 就是大門就是氣孔 當這個氣進來的時候 你要發現說 這個氣進來一定是要 不要有味道的 那你一起來就先通過這樣的鞋子 這個叫做一個破亂煞 為什麼鞋子呢 不要外露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說 從家裡啊 往外面 然後走進家裡 其實你在沿路上 你不曉得你踩到什麼 有可能這個地段的氣場不乾淨 或是說你可能踩到便便 對 不乾淨的 那些臭味或晦氣都把你帶進來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地方其實 因為它是陽台外推嘛 對 照理說這是一個前陽台 對 那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把這個會氣放到這邊的話呢 代表說我們知道前陽台呢 代表什麼 代表事業的前瞻性 代表的話 代表的話 代表你的事業可不可以做得廣 可不可以做得深 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重要地方 所以它目前這樣的放法的話 應該出外是遇到什麼貴人 應該沒有什麼貴人 對 而且呢 小青會變成臭名症 對 對 名症會變臭 真的假的 對 老師你會聽過他什麼故事嗎 我不知道他剛剛一直會對我後面 江雙山 沒有 有 你也不行 他有在炫耀 沒有啦 沒有啦 開玩笑 嗨呀 你們兩位 就別再打情罵俏啦 還是先辦正事要緊 陽台外推沒有前陽台 已經沒有圓景 更糟糕的是 還堆積了臭鞋子 會壞自己的名聲 究竟該如何化解呢 那我會建議你呢 可以買一個櫃 那個鞋櫃 但是鞋櫃不一定太高 我不建議大家買到那個鞋櫃 就是腰部以上要很高的 這樣反而會有一個壓力 不要窗戶應該就可以吧 就不要那種一整個 對 就是你可以買低一點的鞋櫃 你這樣把光線都擋死啊 對啊 所以你就買低的 然後有門的 不要讓這個味道把它飄出來 可是如果像這樣的鞋架 那如果說我不換鞋櫃 像這樣的木頭鞋架 我可以把它就是譬如說鋪布吧 如果你要比較省預算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鋪一塊鋪 是沒有問題的 就如果有蓋起來就算了 可以 那因為就是說你這個陽台外推的關係 我們知道說陽台外推 就是說這個地方沒有氣場 我們知道說有個外陽 外明堂跟一個內明堂 客廳就是內明堂 所以說外明堂 你把它全部打通 變成是一個室內 代表說 事業上的前瞻性 眼光會比較短線 所以說坐在這裡面 就很容易說 你的事業就是打短線的 所以說很容易才來才去 這樣的一個問題 陽台都已經外推出去 加上租房子的問題 實在很難打掉它 不過沒關係 有法必有破 老師馬上來搶救你的事業運 老師你會建議他 因為這個也不是他的房子 他是租的 那既然他在這邊住了可能一兩年 是不是有什麼別的方法 可以讓他的這個前明堂 感覺是更有前瞻性 可以啊 沒問題其實他已經做 幫他做到了 其實就是你看 屋頂啊 屋頂啊 電燈啊 對 有電燈嘛 所以說這個燈呢 平常就盡量不要把它關起來 那它沒開在哪裡 這個 對 其實你燈把它打開呢 燈就是一個氣場 它可以提氣的地方 所以說這裡雖然是陽台外 雖然它的陽台外推呢 其實代表說它氣場是流動的 然後是空的 所以你打一盞燈呢 它可以把這個氣場穩定住 所以說這個燈呢 就是象徵就是說一個光明燈嘛 所以你進來的話 也可以看得到這邊的視線 比較安全 也不會踩到鞋子 那再來就是說 你這邊的鞋櫃 把它做起來就沒有問題了 那如果不能點燈 不方便裝燈的話呢 其實就是 對 因為綠色的盆栽呢 也是有一個生命力 它象徵生生不息的力量 老師 那我如果放這種長桌 在這邊擋住的話 擋住的話 不是嗎 你是有收門票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想說進來這邊 就很像是一個 想說自己有一個玄關 在坐在這裡 這樣會比較好嗎 以前我們是有教過大家 就是特別的 譬如說這邊是鋪木頭 還是地毯 就會把那個位置是隔開的 對 那它如果想要用櫃子 這個空間隔開可以嗎 其實大概怎麼寬 像一個小霸台 其實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怕你的動線呢 會突然變得比較窄一點 對 那其實如果你要 隔一個小玄關啊 或是隔一個那個 就是說 板 就是說那個蓮子 但是你要屏風或蓮子 不要把它全部捨起來 對 就是說我們進門打開的 這個視線有沒有 從裡面這樣過來 然後眼睛的餘光 不會直接看到 裡面的所有的動線 就可以 這樣就是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不需要就是說 全部的蓮子 把它給做起來 好 那這個燈就可以開什麼 我會建議你只開著 一起開 電都開 但是你這個是魯素燈 魯素燈比較耗電 而且又很熱 所以你可以改那種LED的燈 所以比較省錢 然後開整天也不會心痛 好 那接下來客廳的部分就 就 不知道知不知道為什麼少了一點時間 就 他沒有桌子啊 是 他的客廳真的確實蠻空的喔 空蕩蕩的客廳 小心出門風水晶機 一個小動作 輕鬆化解 四大殺氣 我們在他這個開放式的空間 這一個區塊 這邊加一個 這個氣呢 它不會止通 到這裡它有一個迴旋的效果 哇厲害耶 因為這個 就可以遮到依它的柴位 第二格的可以遮 第二格的可以遮 好 那現在客廳的部分就 不知道知不知道為什麼少了一點時間 就 對 是 它的客廳真的確實蠻空的喔 有桌子 有 我還 後悔 有桌子啊 什麼那個 在興奮什麼 有桌子 就是移動式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就放在Coffee 我在放一個桌子 然後感覺那個動線會非常怪 你客廳這麼大 動線怎麼會怪啊 如果在放一個桌 然後這邊又餐桌 然後就會覺得這樣要繞來繞去繞去 妳平常是有在那邊打乒乓球 還是在那邊打 沒有 因為我不習慣 有那麼需要空間 我這邊不習慣就看出去 然後就是很軟 就什麼都有這樣 那個動線是要這樣做 我還是妳有去過別人家裡嗎 我有去過別人家裡 正常家裡好像都應該有坐在那邊 我就是客廳前面都會有 所以我就想說不然這個滑來滑去也可以 他想 就是沒用的時候就非常放心 電腸可以在這邊 對 至少看起來沒那麼亂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多功能的象徵 對 但是其實這樣是完全錯誤的喔 其實我們常說多功能來講的話 因為你風水來講的話 就是你的定位 我們這樣動跟靜 那靜的地方呢 我們風水其實要講靜 靜才能聚氣 對 那你這樣這個桌子呢 一直搬來搬去搬來搬去 這個氣場其實是很混亂的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呢 在這個客廳其實我們還是要有一個長桌 那這象徵什麼呢 象徵這個家裡呢 才會有凝聚力 然後呢才會有向心力 就好像妳就想想看說 如果我們今天全家的人坐到客廳呢 可是呢 你想要喝一杯水 也沒地方放 然後呢 你想要喝一杯水 然後他把這個桌子搬過來 那這樣是不是大家都不喜歡坐到客廳 但是因為老師剛剛特別講的是 凝聚力跟家人 對 家裡的凝聚力 那妳這裡跟誰一起住啊 我跟我兩個朋友 妳那會聚在這裡嗎 應該不會 不會耶 我們幾乎沒有見到妳 那不是說很好的朋友嗎 因為就是 都各自會在房間 因為妳知道為什麼嗎 我今天不是一經老說 哇 妳好多電影海報 而且這真的都是經典的 對 一定是愛看電影跟迷電影 這樣子才會有 然後他就說 喔 這是我室友的 妳室友在做什麼 我有個室友 是那個電影雜誌的飲品人 然後剛剛佩智姐問我 她叫什麼朋友 跟她講她說她很有名 她就是什麼什麼 採訪都會有她 我說是喔 我都不知道我的室友這麼有名 妳不是跟她是好朋友嗎 妳剛剛講 可是我不知道她這麼有名 因為我們也不會去多過問對方的 因為她也不會知道說 我平常工作就到什麼程度 所以你們是沒在聯絡的事嗎 對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幾乎平常在家都躲在房間 門都關起來 就是沒有凝聚力 一樣是住在這個屋簷下 可是大家卻不太能了解 彼此到底在做什麼 對 我覺得你客廳也有凝聚力 一定要就是 要有個措施 沒錯 客廳擺張桌子 家人自然會到客廳聊天互動 以增加情感 而客廳的問題不只這樣 全開放式的空間 不但見門又見窗 就連財位夜見空 空空空 一切成空 究竟不易聚集財氣的格局 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呢 其實我們剛剛一進門 就會看到就是說 他除了看到這個餐桌之外 還有他剛剛那種桌子 是不是有個地方就是有問題 就是他沒有那個名財位 你看他 他的進門 對啊 他們已經斜45度角耶 是房間耶 對 就沒有啦 就空啊 所以說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桌子 不要當作是客廳的主桌 因為第一個不像 第二個他沒辦法有那個像性力 因為那個風會一直動嘛 所以說如果你把這個桌子呢 固定放到這邊 那你的進門45度角 它就有個固定的名財位 代表說你可不可以存得住錢 你可不可以 就是說如果你的名財位是空的 代表說你是才來才去嘛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加上就是說 我們剛剛這個一進門呢 一看到這邊都開放式空間 對 然後開放式空間呢 再加上說你一進門看到什麼 餐桌又看到什麼廚房 對 所以你等於就是開門建造嘛 就是你建造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你的一個風水 沒辦法長風聚氣的時候 代表腦筋會空空的 那代表什麼 花錢會失心風 對 這一點也很難 你有多失心風 你一個月大概只光被花到錢 好幾萬塊 真的好幾萬塊 而且我是譬如說逛街就亂買 出去一次就一萬多塊 然後網路上也是亂買 然後一買下訂單就一萬多塊 就是這樣買 然後衣服啊 配件啊 鞋子啊 什麼都亂買 然後買 因為我的習慣是 我上過一次節目的衣服 我就會送人 就我就不會再送人 送人 那你等一下這件就會送人了 這 對 這上過一次 沒有這是我平常吃的 他穿了T恤什麼的 對啊 就還沒穿過新的 為什麼送人 你穿過衣服 哪來賣多好啊 對啊 你可以網拍啊 真的假的 而且你再穿過一次 這雙可以網 你只要網訂東西 你只要可以網拍 真的很空空的感覺 對 所以他剛剛都在 你想知道以後 我們可以裝 我覺得為什麼買到家裡的東西 也是 比如說去CVK 然後就會看到什麼想要都買 然後買回來都沒用到 然後就都在送朋友這樣 這真的很糟糕 開門建造 才未見空 在雙重漏財打擊之下 錢賺再多也沒用 劉宇柔 世青鋒腦袋空 佩真念一把冷汗 陽台外推呢 底下是沒有地氣的 對 所以說你能睡下去的話 你下面是空的 空的話呢 第一個 腦筋空嘛 其實你這個 劉宇柔家 空間太開放 沒有半個柴位 到底該如何補救呢 劉宇柔家 其實我們從 宇柔的這一個 花錢賜信封呢 從他的這個 風學隔絕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 他打開這個大門的時候呢 他的名柴位 第一個他是不聚的喔 因為其實他這個地方呢 不是東方 所以他是一個走道 大家都會經過的 所以我建議這個 這一個桌子呢 就不要再把它移動了 你寧可再買一個 就是客廳用的一個長桌子 對 他就放那種嗎 就在那固定的一個茶几 是不是 對 就是象徵一個不動房 有一個名才位 你就可以把它照出來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要讓它聚氣的話 上面可以點一盞台燈 因為燈我們剛剛講過 台燈是不是可以聚氣 提氣的一個效果 如果你要讓你的感情好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擺一支那個 龍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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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的節目有介紹過 然後那落地燈也可以嗎 落地燈也可以 所以就是你可以擇你方便的 所以說 從這邊的話 你把這個氣場造起來 就會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說呢 其實你一進來的時候 你又看到這個餐桌 然後又看到冰箱 那其實這個冰箱呢 就是一個財庫嘛 那等於說你財庫也外露了 對 真的假的 因為你就這樣空空的 一進來就是冰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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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喝這個就好了 好 德國慶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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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你放我包包給 對 你看看起來真的不錯對不對 對啊 看到冰箱怎麼破財喔 應該說我們之前在節目上也有介紹過 就是說 如果你從進門從客廳 直接看到這樣的象徵財庫的冰箱的話呢 代表說你很容易會有一個人情在 然後人情壓力 然後親友也會比較容易來跟你借錢 所以你盡量不要跟親朋好友有一些 金錢上的借貸往來 所以說如果你有這個問題的話呢 那記得一定要 是什麼意思 出的去回不來的意思 對 就是親朋好友可能會來跟你借錢 好準 然後 然後有嗎 有啊 就可能說比如說我們出去吃飯 然後他們說欸沒錢 你先借我一千兩千 或者是買東西就是忘了帶錢不夠 然後就借個什麼幾千塊 可是出去就回不來 就再也沒有還你的 就我也不會去說欸你錢 因為小錢也不好意思要 然後去累積累積累積 然後就會一直都沒回來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其實小錢不存也很難計成大錢 當然喔 對啊所以說這個問題其實還是要解決 那其實因為依照你這個空間來看的話呢 這個冰箱呢 其實你要移位 或是擺到其他地方 沒有地方可以擺了 確實也沒有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教大家一個觀眾朋友一招 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在第一缸的門上面 你可以準備一個紅紙 然後上面呢 寫上日進斗金 這四個字 就日進斗金 所以你把它貼上去呢 象徵就是說 你的錢財呢 你的財庫是只寄不出 你是寫內遊樂拳 內遊樂拳 你派牽牆 會嚇到自己 他來講 真的快開 他的歌姓可能請你寫完隔天的時候 自己忘記 老師你寫日進斗金之後 是幫助所有住在這裡的人都有幫助嗎 對一定有幫助 還是對寫的人都有幫助嗎 應該說對是整個家裡都有幫助 應該說呢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像客廳啊或是廚房啊 這都是公共的區域 那公共的區域呢 其實象徵就是 每一個人的運勢都會受到影響 對 那我們其實如果說要提升個人的運勢的話 或是個人有沒有能力 其實要看自己的臥房 對自己的臥房 老師那等一下喔 那我打算一下 這個冰箱的問題啊 如果有一些人的家裡 可能他覺得貼那個紅色紙 並不是符合他們家的裝潢的話 那他可以就在這邊 加一塊板子把它遮住就好了嗎 其實可以啦 其實可以 就是只要不要進來看得到冰箱就好 對 但是其實呢 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等一下呢 也會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對 多功能的等一下才會出來就對了 對 不要說 好的 其實這是終極目標喔 等一下可以給他一個讚 好不好 好 你現在還是有在賣這一支 我現在沒有換 因為你已經講他兩次喔 這支廚房裡的手模去做是不是 不是 其實我們知道說開放式的空間呢 問題大概就是說 你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名菜圍還有冰箱外露 還有就是它的 其實它的廚房會有問題 其實它的廚房呢 是長的呢 是非常的斷樁而且方正喔 我們之前講過 所謂廚房沒有門就是說 你這是開放式的廚房 而且你又沒有門 那我們知道廚房沒有門 代表說 男主人啊 或男生的運勢呢 就會比較弱一點 象徵說這一個家裡呢 女生會比較辛苦 通常男生說 女人愛滑雞嘛 所以說這個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說如果你家裡有這樣的問題呢 我會建議你還是要有門 那假設說房子是租的沒有門 我們還是等一下可以來做一個解決 還有 就是多多男的又在後面 對 對 你到底跟我說是說 還沒還沒完 因為他剛剛聽到說 那不是才出門端莊嗎 他現在剛剛說 有人滑雞的時候 他整個人有多麼多麼的悲情 這樣 是有多悲情 就是一直轉 然後一直轉成不到 然後又不知道 因為有人可以幫忙一下 照顧一下 就很累 目前你已經累積三下囉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因為開放式空間 然後是不是只通到後門 對 這就是一個穿堂煞嗎 穿堂煞 對 後面馬上又是你買東西的證據 要買公司 我也是買家裡用的 所以就算第四煞 對 第四煞 然後養財 所以我們要如何把這四個煞氣 一次解決呢 那就是在於 我們剛剛是有講過說 多功能 對 這是一間典型的漏財屋 財味見空 冰箱外露 敬堂煎善 開門建造 還有穿堂風 其實只要一個物品 就可以把所有的缺點 全部解決 剛剛雨柔有說 那我是不是在門口 加了一個屏風 或加了一個櫃子 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 其實我們認為那個櫃子 要放那麼前面 其實我們在它這個 開放式的空間 這一個區塊 從餐桌這裡 這邊加一個屏風 或是呢 什麼意思 什麼老師 你說的屏風 是那種電影裡面 那種鋸齒裝的屏風 那種屏風 你也可以掛衣服那個 真的假的 對 這兩個字你也可以查字 它要很多的解釋 不是 屏風不就是 電影裡面那個鋸齒裝 好 慢慢過去 好 謝謝 對 這邊現在在幫你做屏風 所以屏風就是這樣 這邊擋起來 對 擋起來 那為什麼要擋起來 因為其實這個氣 它不會止通 到這裡它有一個迴旋的效果 所以說第一個 我們知道家裡都是一個聚寶盆 那你不要讓你的聚寶盆是空的 那你就從這個地方 做一個迴旋氣場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擺屏風 那如果你覺得屏風 可能不穩或是什麼的話 那我建議可以做一個小簾子 把它拉起來 那我們這樣會不會遮太過去 到它那邊 不會 其實你大概 這樣這個空間可以嗎 對 你就 它後面不是一個廚房的門嗎 對 你就跟那個小鼻接起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可以到這裡就好了 對 厲害耶 因為這個屏風 就可以遮到依它的彩位 它這邊也會直接變成一個 然後第二個可以遮到它這個冰箱 然後第三個可以遮到它這個廚房沒有門 然後第四個是穿廠 對 所以說你廚房沒有門的問題 其實也是解決了 真的耶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說這個屏風的長度大概要多長 對 要遮到什麼地步 就是我們剛剛講了 一進門口呢 我們知道你進來之後 你的眼睛的余光 不要這個視線比較少到這些 就可以了 真的耶 太棒了 可是你的意思是 我這邊住書櫃也可以嗎 書櫃的話我不建議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它穩定性很不夠 也會危險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書櫃它象徵的是一個文昌 所以文昌呢 我建議書櫃都還是要靠槍會比較好 對 因為如果你書櫃無靠的話 文昌也無靠 所以說你可以擺一個例如說 簡單的屏風 它就是不想要屏風 因為它一直不知道屏風是什麼 我知道啦 我知道 因為它不喜歡那個屏風 它覺得不穩 然後這樣子啼啼酷酷的 對 那你就是很簡單 就是買一個這樣的小櫃子 然後你上面可能就是 就擺一些驚動啊 或是種子一些 比較好看的一些 花花草草的櫃子 算了啦 我覺得屏風真的比較神奇 比較方便 對 或者是一個蓮子啊 蓮子 可是你因為蓮子還要叮那個 沒辦法頂出的 對 所以屏風真的 上網查還是最好的 好 全開放式空間 不易藏風那氣 只要在客廳和餐桌交界處 擺放一個屏風或書櫃 就能夠把所有露財煞氣 一次消滅 而接下來即將進入臥房 到底三間房間 哪間的風水最好呢 你房間 還隨手關燈耶 對 很棒啊 很好很好 等一下老師 就你這三個房間來說 他房間選對了嗎 他房間來講的話是選對了 可是呢 他房間還是有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可以進去看 但是就這個房間的問題呢 我們剛剛講是不是擺一個屏風 可以把這四個煞氣阻隔嗎 對 可是他擺一個屏風而已 也可以救了他室友 只要一個屏風 連室友運勢都有救 等一下老師 就你這三個房間來說 他房間選對了嗎 他房間來講的話是選對了 可是呢 他房間還是有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可以進去看 但是就這個房間的問題呢 我們剛剛講是不是擺一個屏風 可以把這四個煞氣阻隔嗎 對 可是其他房間有個屏風 也可以救他室友 誰 你不是說他是你的好朋友嗎 他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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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 我的意思是要講屏風而已 我的意思是問他有什麼事 管你的 零距離跟相信力滿差的 對啊 對 他其實還有住在裡面 你知道嗎 有 我知道有 他真的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是要換的 他怎麼了 我們知道說以房間的選擇來講話 你看他從大門 因為是開放式空間 對 所以他大門一進來 你是不是看到這一間的房間門 一定會看到這個門 對 如果打開 可以打開嗎 可以 如果打開之後呢 先找個門 沒有人 打開之後呢 你是不是發現說 這個一進來之後看到他的床 對啊 所以說代表說 住在這裡面的人隱私不夠 所以他的秘密也很容易外露 你看他不在家 然後我們來派風水 對 沒有禮物 對 然後他的室友就說 可以啊 可以進來拍啊 耶 而且他那邊邊全部都沒還 完了 完了 開胎的 前眼站這樣 完全不能拿 他室友真的好沒飲食 飲料也喝一半 沒有飲食耶 飲食整個大外露這樣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好 所以住這間的人就是會有隱私外露 但是對他個人會有什麼 第一個就是他的秘密藏不住 如果他今天跟說 小禎我跟你分享我的什麼心事 結果你說 你不能告訴別人 結果他的朋友就會說 我被你講剛剛那個人跟我講什麼什麼 可是你不要告訴別人 所以馬上秘密就會傳落出去 你剛剛講的那個屏風 除了畫到自殺之外 其實也可以幫他 不要讓他變得這麼沒有隱私 對 那如果 所以你屏風撞了之後 我們下次來啊 他門就鎖起來 有可能 就搬走了 其實他會簡單就是說 他這邊就加一個門連是可以的 對 這是你另外一個 這個就應該沒什麼問題嗎 你藏在裡面嗎 對但是他這個房間門 跟他的房間門有一個 鬥口罩 對 有一個門對門的問題 怎麼長這樣嗎 你們兩個現在在中間 你們兩個要疊在一起嗎 那不如我們四個都疊在一起嗎 你站在前面啊 你說什麼 要牽手觀音嗎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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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代表說他們這一個呢 會有一個口角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他跟他的室友其實 沒這麼熟 沒這麼熟 他剛硬正啊 他 剛硬正啊 你自己怎麼沒這麼熟啊 他最近沒有熟 可是已經住在對門了 還不熟 你們覺得這是很悲哀嗎 滿詭異的事情 對啊 因為這代表說 因為門對門嘛 第一個就會有口角問題 但是他這個門對門呢 嚴重的就是說 它其實是直通的 什麼叫直通呢 其實他門打開呢 又對到他的那個窗戶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 喔 他應該鎖起來 這間會鎖 你看 你不鎖 對 他在綁你 對 你什麼 你給你帶我們進來 我們家裡 快來 快去開別室 好 換句話說 其實你還滿幸運的耶 因為你的房間是唯一一個 走進來還要彎進去的 其實還滿隱密的 對啊 你選的這個房間 應該算是比較好的房間吧 所以 對 應該 所以在這三個人方面 他的試驗運 當然都會比他們的 稍微強了一點 YES 你到底在看什麼 你啊 住的是別的朋友 我是你耶 你只要贏到一點點 你還在那邊YES 應該也就是要YES 這間房間藏得很隱密 不過也和客廳 犯了相同的毛病 房間大不代表風水好 空間有所區隔 才能藏風納氣 到底要怎麼改才有的救呢 好乾淨喔 而且腳那麼大 你是在這邊練舞是不是 我因為想說不要太多東西 就是有時候是會可能 控告需要練舞什麼可以練舞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 要把上風告這個帶回來 對 你們偷這些東西 到底是什麼 什麼 對啊 沒有這個我要講過 我沒有每個都偷 這個是真的是 不小心帶回來 那個大本贏是因為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助理主持 停掉第一個節目 我第一次接主持啦 所以我覺得那個 對我還滿有意義 綜藝大本贏也有 對啊 我是一開始助理喔 助理主持 我從三月一直弄到別 綜藝大本贏也有助理主持 有啊 真的感覺不出來耶 好啦 反正都過去了 全切到底成功 好啦 不知道有機會啊 表示綜藝節目注意到你 就是你很有綜藝的效果 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不成功的原因還是成功的原因 成功 成功的原因 我們剛剛講過 而且它外面的那個鞋櫃啊 是不是我們剛剛 基本上鞋櫃其實 鞋櫃外露 第一個它的名聲呢 就不容易存留的好名聲 所以要讓人家有印象深刻的話呢 我會建議那個地方改善之外 你臥房的風水 其實也是同樣的問題 因為你這個房間呢 就是跟客廳同像嘛 所以它這邊其實也是一個陽台 可是我覺得很難得 對 很難得 它唯一一個優點是 很多的陽台會突然 要把床放到裡面來 對 可是它放在那邊 你沒有睡在陰陽間 哦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知道陽台外推呢 底下是沒有地氣的 對 所以說你能睡下去的話 你下面是空的 空的話呢 第一個 腦筋空嘛 其實你這個房間呢 已經造成了就是說 有失心瘋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的床又移到陽台 那就失心瘋 我可以想想會有多嚴重耶 他現在已經這樣 他現在把床移過了 他現在在上面 我真的 我們可能看不到雨蓉 我真的真的替他擔心耶 那再來就是說呢 他的陽台是推出去的 所以我就不建議 有些人第一個不要放床 那第二個呢 你最重要的一些東西 例如說保險箱啊 這些比較重要的 象徵才酷的 都不要放在這樣 沒有氣場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你這個一進門是不是很開放 也是很開放嘛 也很乾淨 很大間是不是 但是呢問題就是說 你這個房間呢 我建議你要加一個窗簾 因為呢為什麼 你沒有窗簾 沒有窗簾 那你白天去 你就是睡到白天起來 然後這麼亮 我不怕亮啊 因為我想說他都已經毛玻璃 就沒差 毛玻璃還是有空會進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不會讓外面看到我房間的影子 所以你不怕亮 因為早上在五六點 就我很亮了耶 不怕 真的不怕耶 然後沒差 不是 你有睡好嗎 睡明就是因為有辦法好 比較淺眠 對嘛 睡眠不好 還說 不是怕亮 不是 你講話真的很淺眠 不是 你講話真的很淺眠 不是 你剛剛聽我講 不是 我不是 不是這個原因 睡不好 不是因為亮的原因 我是想說會不會是什麼風水原因 就是我往我聊 就是太亮啊 你睡不好啊 你會聽過推黑金色嗎 人就是要黑黑的睡 推黑激素 才會分明 才會分明 對啊 你沒有推黑激素不分明 你就睡不好啊 他居然說 我沒有睡不好 但是我很美 不是啦 所以我們知道 他這個問題真的還蠻嚴重的 其實他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第一個明天暗訪嘛 結果他的房間呢 其實搞得比客廳還要亮 對啊 我們知道剛剛 佩震有說過的就是 五六點 每天五六點起來 那個屁股都睡不著 對 今天聽了我們的話 把窗簾裝起來 然後明天醉到十二中 你都忘了爆睡喔 你是不是覺得 真的跟這個窗簾會有一點關係嗎 對啊 你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在一個 除了風水來講 還有一個心理學就是說 如果你的房間太亮了 也代表說這個人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說他比較怕黑 也怕寂寞 所以說安全感的部分會比較少一點 我超會有安全感 你看我旁邊到處都是燈 就是這邊又有那邊又有 然後又蠟燭又什麼 而且睡覺都不會關燈 你就是怕黑 這麼亮 就很沒有安全感 我會怕 你怕誰啊 我怕寂寞 他對面室友拿到燈 沒有 我就覺得一個人很沒有安全感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的床頭旁邊 是不是有一個落地的一個燈 對 其實我會建議說 大家家裡 如果你要擺這個落地燈 照明是很好的 對 但是不建議把它擺在 離你的頭部很近 然後很高的位置 他就是怕一怕啊 但是其實 我們把這個燈呢 一個位置就可以改善 好 第一個我會建議 有這樣的燈呢 第一個你的燈不要高過你的床 因為高過床的話 我們知道你睡覺的時候 我們人有個鬆活體嘛 剛剛黑燈有說 就是我們這個鬆活體會那個 分泌那個 退黑激素 所以這個燈只能到這裡 老師落地燈就這麼長啊 床座都會高喔 對 所以我剛剛講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移位置 對 外面有一種地燈就是做這樣子而已啊 可是它的美觀就是要這麼長啊 為了美觀 就是它這個東西就做這麼長而已 所以換個位置放就可以了 對 因為其實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有台燈啊 落地燈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不要把它 離你的床太近 那再來就是說你不要把 超過你的床的高度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我們的睡眠 所以你把這個燈呢 移到這個床角的地方 那你還是有這樣可以 照門的作用 喔 所以移到這個 現在電風扇這裡嗎 對 可以了 就沒有問題了 那電風扇要放哪裡 可以把它放在就是說 有插口的地方就可以了 沒有啊 老師 還會忘 會轉動 錯 老師這裡我真的要反駁你 沒有啊 有延長線的地方也可以 沒有啊 就是好了啦 你怎麼可以去搞 你怎麼可以去搞什麼 在這裡 所以它其實這個地方 在放的也不是很重要 它就是在拍就好了 但就是比方放到 影響動線的地方就好了 對 臥房 依加裝窗簾 化解光煞 增加睡眠的品質 而床頭的落地燈 擺在臥房會影響睡眠 最好擺在客廳的名財位 照亮自己的財運喔 好 老師 那剛剛特別有要講說 它針對它桃花 尤其好的桃花想要加分 有沒有多功能的 就是可以抗空 抗空 抗空 抗空加桃花 可以 抗空可能要先吃藥吧 來啦 我跟你講 這三顆磨砂粉 然後 你也磨砂粉 你也磨砂粉 快點 對 快點 我們快捧不住了 對 所以我們先把問題呢 一次講完 我們再一次解決好不好 好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沒有問題 有喔 其實它看起來很像四平 方方正正四平八穩好像沒有問題 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的衣櫃呢 它衣櫃這個腳 它衣櫃這個腳呢 其實你看它 還是有一個小小的壁刀殺 其實呢 不僅是有 對 難道是你鄰居嗎 突然有 沒辦法接話 沒事 沒事 好 你可以站來跟我們一起比較好拍嗎 對啊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衣櫃呢 其實它這個角度呢 也會形成一個小小的煞氣 那這個煞氣呢 其實衝到它 就是它的頭部 還有肩頸的地方 所以會造成說 其實它的一個睡眠 比較淺眠之外呢 它的肩頸呢 也會比較有一些問題 你的肩頸有痠痛嗎 我覺得 我以為是工作太多 然後就 因為我以為就沒有什麼按摩 然後這邊就越來越緊 越來越緊 然後到 好像上個禮拜 是完全不能動 就變痠痛 到不能動 就整個塊都不能動 就很不舒適 就一直這樣 對 沒有那麼詭異 你一直一直撐著 沒那麼動 對 就是有壓力 就是一直這樣不舒適 所以那如果有人 從後面叫妳的時候 妳就會這樣 妳叫我 小謙 嘿 太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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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脖子落到啦 所以妳肩頸方便問題 可能是因為妳這個壁刀 你做這個 對 那怎麼辦 我建議就是說其實它這邊 如果你不加那個窗簾的話呢 妳就把這個衣櫃把它轉向 就是這樣子 然後妳又可以把這個窗戶呢 做一個遮擋 但是妳不會把整片的窗戶把它擋掉 都遮起來 所以妳的光線還是會有的 然後妳這邊還可以放個沙發 對 其實妳這樣遮起來之後 裡面變成一個更衣室 對啊 對啊 把它反過來 裡面就變成它自己的一個更衣室 因為我看妳今天 有放妳的鞋子 它是收得很乾淨啊 妳這邊就變成一個小小的更衣室 不用化妝台 其實妳可以把這邊隔成更衣室之後 妳化妝台要放在那邊 這邊是小小妳自己的那個空間 沒有 很好耶 很好 很好 我沒有想到耶 而且我沒有想到唐唐一個台握名模 竟然沒有梳妝台 對啊 為什麼 沒有梳妝台啊 因為我們就是拿一個鏡子 就習慣就拿一個鏡子 然後就開始這樣化 就坐在床上就這樣化 可是妳還是會 有一個地方放化妝品啊 那妳保養那一些呢 就在那邊啊 就在那邊 可是我幾乎都還是就是 拿到床上然後坐著 然後靜子這樣化 因為妳沒有一個好的一個梳妝台 可以坐在那邊滿滿的那種 我覺得 我沒有很講究 其實 那這裡有關係喔 當然有關係啦 其實 也有財庫 當然啦 因為其實梳妝台呢 你看它 除了可以增加女性的桃花之外呢 其實它代表就是 已婚的就是女生的一個 可不可以長吃房錢的一個 種地 然後呢如果未婚的話呢 它就是象徵一個財庫 哇 所以我們講 什麼意思 那已婚的不是財庫了嗎 就是它是吃房錢 你講財庫的話呢 先生會覺得說 你這樣好像在A她的錢不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女生 要幫自己存私房錢的話 要有一個財庫的話 你就是要有一個梳妝台 那梳妝台那個標準規格 就是不能太亂 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梳妝台你要記得就是說 那鏡子不要照到床 對 所以說像很多梳妝台 就是那個鏡子是可以 折疊的 對 掀開或折疊這種的都很好用 或是說 如果你買不到那種折疊的 那你就把鏡子呢 蓋一塊布 這樣的話就可以避免這個 禁止照床的問題 那梳妝台呢 第一個保持乾淨之外呢 上面其實你可以擺一些 例如說 吉祥的擺件啊 例如說 象徵一個聚寶盆的東西 上面也可以幫你提升一個 什麼 聚氣 例如說你可以幫你造一個聚寶盆 或是你在梳妝台 如果有抽屜的話 可以放一個紅包 裡面放一些像象徵性的錢目 放到裡面 這樣就可以幫你招來一個財庫 OK 對 這一杯是你自己在 就是有點想用聚寶盆的東西 在存的嗎 這是我幾塊錢 看得出來嗎 因為我喜歡留這個顏色的錢 那邊還有一桶 就是50塊 我只是喜歡留的顏色錢 然後我不知道放 不是你自己在做聚寶盆 你想要放在柴位 我也是想說這樣會不會比較好 那你就應該要放在你的梳妝台 對啊 我放在那邊 等一下你再把花 對 然後做一個有柳妝才會的象徵 這樣子 這樣你的財運就會更好了 對 柳妝真的 我們今天很開心的來幫到你 然後真的聽我們一句勸 喝酒不要吃藥 好 沒有 很好 分開這樣隔半個小時 好不好 好 祝福你好不好 祝福你 早日湯斯 好 祝福你 當然祝福你有台灣有事業啊 對啊 有 其實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 不相成的嘛 你有 你桃花一好你事業就好了 有時候是這樣子 但是健康又堅固好了 對啊健康還是最長久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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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我們該 好 我們該